新來設計講求品味 想更加有風格和個性 裝修過程中不少會在單位的長身著手 無論是油漆、長子 甚至打造特色場 想搶用一些表面平滑和美觀 有底層的步驟必定要妥善處理 常常一間屋重新裝修 長身往往都會做橙底 但橙到石屎長 價錢會比較高 有甚麼情況下不需要做到這一步 沒錯,一般橙底批灰 真的不需要橙到石屎的層 因為我們要知道 橙走舊的油漆層和鬆脫的底灰 所以我們作為護主 也可以嘗試自己敲一下底灰 有否鬆脫 或者用這些專門驗長身底灰的 金屬棒去敲一下 如果底灰是實質的 其實聲音會很沉 如果底灰是鬆脫的 其實就像敲木板一樣 聲音會比較空蕩、響 如果一幅牆大部分的面積 都是這樣空蕩的話 就建議真的要剷到石層 另一種情況是裝修單位 涉及間隔改動 舉例多建一幅牆或出一間房間 要留意長磚的選擇 傳統多數用防水比較好的紅磚 作為廚房和浴室的間場 客廳、睡房等等 不涉及來去水的空間 會用密度高 隔音效果和承重相對有保證的 實心砂磚 近年房間有部分裝修公司 會用一種輕磚作為長生物料 這個不太理想 輕磚物度較低、較輕,成本較便宜 不好處是沒有那麼隔音 承重力較低 掛過吊櫃也怕它會掉下來 所以如果裝修護主 在納藥的時候要鑑磚長 又想用實心砂磚的話 就一定在鑑藥上明確標明 用實心砂磚 就不用等師傅 擔心他到時會用輕磚 而無論是輕磚或砂磚 想增加非主力長生的穩固度 建議適量加入貼脂 誇張點說,如果沒有貼脂的話 如果我很大力推在牆壁上 牆壁不主要會軟,但也會搖動 一搖動,面層的灰、油漆都會裂 很容易處理長期潮濕的浴室鑑場 尤其是浴缸或企缸位置 需要游上兩層或以上像化 立青加強防水 風乾後,建議進行浸缸測試 才繼續裝修工程 假設像這樣,我們可以量度 大概都是兩吋深的浸缸水位 然後24小時後回來,看看水位 有沒有明顯跌倒 萬一做得不好 其實如果有少許位置塗得不夠好 其實水會很快吸走 可能兩分鐘後,已經吸走一半 所以基本上一、兩天後 沒有明顯跌水 水位沒有明顯下降 其實浴水就可以了 浴室長生的另一個重點 是表面的瓷磚式面 收貨標準是磚和磚之間 不能出現高低不平 當然也不應該有空心 假如不鋪磚或長子 只是簡單柔柔 在驗收時,也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站在長生前面 大約1至1.5米的距離 觀察表面有沒有明顯的油漆痕 也要看看油漆的顏色 和當初選擇的色卡是否相符 過淡可以要求保釋 Easy House 情煉、生活情報 是由 Easy House 免費裝修配對平台 贊助播出 Easy House 會因應你的預算 以及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 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 當你選好了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 還會陪你一起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的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 House 讓你裝修設計 安枕莫悠 用自己喜歡的方法找房子 不是問題 想直接找代理幫忙 和我Easy House 你不用再解決 做的 好 是我 想載 我買 我買 你 我的 我買 我買 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